消息 美國又發生槍擊案的事情 是發生在美國的伊利諾州 一間遊樂園 當地時間十四號是發生槍擊事件 目前已知有三個人受傷 事情發生之後 警察是立刻前往現場封鎖了園區 並且疏散了民眾 還有人是提供了遊客 利用了遊樂設施 當作掩護的警險畫面 警方初步調查之後 就發現這個嫌犯 似乎不只一人 並且指出嫌犯是把車開到了 遊樂園正門入口停車場之後 其中一人下車 朝著另一人開槍之後 立刻是搭車逃離現場 目前警方也展開查起 臨時下車 後就視乎過了議員